下面布局的部分 跟前面类似就是 我们画面上面就是一个AD test 加一个button 再加一个list view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效果是这样 非常简单 就是按一个执行之后的话 把上面的指令 insert到table里面去 然后呢分别是lumbre跟data 这两个栏位 那上面的这个讯息要累加 就是一直往下增加 那增加的话 那接下来 底下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比如说我要如何做排版 比如说我上面要放一个 我的lumbre 那底下就是一个资料 资料部分 会有两个 你的排列方式是 在一笔资料里面放两列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所谓的 我们的那个 这个layout里面必须要新增 我们的版型 放进去的话呢才会根据 这个版型去做排列 那做法上面的话 首先这个地方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画面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第一个呢 这个程式部分 我们跟前面的那个 基本的 逻辑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画面上面会有 类似的一个 所以名称叫lv01 一个button 一个editation 所以我会有三个物件 那当然会需要三个连结 所以这边我先做完了 那因为里面会需要用到 那个database部分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会先宣告一个seqlite database 那这可以注意哦 这个seqlite database 如果当你输入这个seqlite database 名称就是什么 db 那预设怎么给它弄 如果你输入这一行之后的话 宣告一个物件叫db 那这个地方 预设如果你没有input的话 会产生错误 你可以把input进来 把这里要input进来 就会多一个input的动作 那input之后的话呢 这边可以让我们使用database相关功能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seqlite database 它是隶属于在 这个android里面的database 底下的这个 叫seqlite的一个套件 里面的一个类别 名称的话 我们宣告为db 那db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连结资料库 再来的话呢 连结资料表 那资料表部分的话 跟前面那个210 题目很像 我们要比较一个table 那这边有一个 if not is this 这个部分呢 是选项的 不一定要有 可是呢 如果说 你这个table 可能会重复的话 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到时候呢 因为会有同样名称的table 名称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if not is this 这地方要注意一下 那table名称 叫table01 那里面的话也是一样 总共会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 一个栏位 就是 我们 应该是 一个id primate key 这个地方是 三个栏位 一个栏位 是id number 跟一个 data 一个 总共这三个栏位 那这三个栏位的话 第一个栏位是integer 它是primate key 第二个栏位是integer 第三个栏位是test 文字 ok 那我们就别的一个table 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底下宣告了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sdr 一个变数是item data 总共会有这两个变数 再加上一个n 这个n的预设值等一 ok 那这个n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哪边用到 等下再来看 ok 那连结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sigle上面 有预测的新的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item data item data的话呢 就是叫做资料项目加n 预设是1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按一下执行sql的话 这个上面的讯息会变更 而且会加1 再往下累加 接下来的话呢 str 就是我的sql预访 这个sql预访 是标准的sql预访 也就是说在其他的sql 后端只要是标准 其他像ss 这个sql sql sql 其实这个部分都是 都是相同的 那里面的话 我insert into 到这个table里面去 那这个table里面的 什么number 跟data 那特别注意 id部分 我没有insert 只有insert number跟data 然后呢 value部分的话 就是n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是数字会变加 所以 n的话第一次 一二三一次类推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itemdata itemdata指的就是 资料项目加n 然后把这个部分呢 做 做 set test 放在哪里呢 放在abtest里面 所以将来显示出来 这个地方实际上 就是底下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把 这一个insert into的指令呢 把它塞到这里面来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要做什么呢 做这个啊 执行seql的动作 实际上上面这个部分 只是我们要产生相关的seql的 这个这个seql的语法 那实际上呢 这个database真正连接在这里 有没有 跟那个210T一样 这个是open or create database 那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的话 就是open它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去create它 所以特别注意 另外呢 在seqlite里面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一个指令叫open database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open database 意思就是说 我就开启它了 开启它 那当然参数不一 open database的话 它的参数就不是三个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open or create database 就是 如果这个 点db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create 如果存在 那就直接open 那后面的相关参数呢 跟简秘体一样 我这边用mode private 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 牵涉 不会给其他的类别使用 所以我用mode private 就好了 后面加一个no 再来的话呢 直接执行 因为我已经开启了 database 就去执行 这一个上面的 这个seql的语法 一个bf table的部分 然后呢 再来就是建立世界 那世界部分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在button上面set一个onclicklisten的 那底下的话都一样 这个跟前面一样 建立的方法我就不讲 那实柱oncreate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当我按下 按钮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就是去执行 这个的seql的语法 所谓执行seql的语法 就是执行上面的这个动作 按下去 它就真的怎么样呢 把上面insert一笔资料 就是项目8 然后再把里面的资料 加1 就是不能insert一样的资料进去 所以执行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 我们 这个再把上方的edict 做一个变更 做一个变更 不过特别注意 我要更新这个 thisview 需要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update adapter 那这个我把它独立出来 放在底下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要 怎么样去update 这个adapter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要把资料呢 从资料库里面取得之后 再show到哪里呢 show到listview 那这个部分跟210有点像 不过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什么 roll query 那前一题叫什么 叫做query 那roll query跟query有什么不一样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呢 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的话 如果你今天呢 是用query的方式的话 在这边有一个query 在roll query 应该是在query的地方 那有一个 方法 我印象中 roll query跟query 在这边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是 在sqlite database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roll query 那roll query的话呢 是以 cursor的型别去做查询 好 这个是非常 常用的一个查询方式 那特别注意呢 query部分呢 是以cursor型别 传回指定栏位的资料 好 那 之间的差别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roll query的话 你可以下sql语法 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可以下一个sql语法 去把什么呢 把所有的table 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查回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下 的是一个sql语法的话 那记得用roll query 来做查询 那后面的话呢 加上一个no 就是 因为我第二个参数部分是 一个是sql语法 一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的话 是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 是一个selection box 所以通常第二个参数 会是no ok 那我们就给no 然后如果这个cursor 不等于no 或者是呢 这个get count 就是说 它总比数呢 大于等于0的话 也就是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把资料调回来 那特别注意 这边也会用到一个 simple cursor adapter 这个主要是针对 database 而来的 那这个adopter呢 里面需要哪一些参数 各位可以看一下 也是一样 第一个是context context通常指的是自己 第二个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将来 list view的外观的范本 应该是哪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我有建立一个list view tool 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cursor 你把这个cursor 查回来资料的cursor 把它怎么样呢 放过来 也就是把这边查回来资料怎么样呢 放到list view里面 所以其实啊 资料关键点在这里 就是这个cursor 资料 那外观的话是这个 就是 这个list list tool 那list tool里面 实际上我做了一件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list view tool 打开来之后 我是用什么 一个linearlayout 所以你们再建立的话 在list 这个上面建立一个就是linearlayout 里面的话放一个testview1 testview2 就两个嘛 因为我将来一笔资料要放上下两个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显示就是一个testview 两个 直接从那边拖拉过来 然后第二个再拖拉过来 上下的关系 最后把它save 那我要怎么显示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刚刚的部分呢 我要显示的方式 这边 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是context 第二个参数是layout 指向给thisview2 第三个是cursor 那第四个的话呢 是你的资料 所以后面 请各位new一个什么 所谓的street 那这个street正列里面呢 我就放一个什么 number 跟data 那第五个部分就是 放的是我要怎么样去呈现它 那呈现它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这个指是什么 就是我listview2里面的testview1 跟testview2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执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根据什么呢 根据我listview2里面的第一笔 其实就是这样的 一笔资料的话呢 它就把它划分起来 上面放的是number 下面放的是data 所以第五个参数实际上呢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呈现 这个一笔资料的样式 样式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 最后再把这个set的data 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update 然后再把n++之后呢 再往下的加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成onclick的事件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当我跳梨的时候 比如说我跳梨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要把这一个table给 怎么样呢 把它清掉 所以呢 这里按一个跳开之后的话 会触发一个什么 undestroy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undestroy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产生 我想前面我有讲过嘛 我要去把这个table给捉掉 那这个方法怎么产生的呢 基本上 按右键 程式嘛 置换失落方法 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就打一个o 往下找 undestroy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生命周期 destroy的时候 结束 被 从记忆体把它清掉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触发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要怎么捉不掉 把table给捉不掉 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我直接利用db里面的什么呢 sq 是一口 把这个语法加进来 就说 空一个table 然后table name的话 就是table01 最后把这个db给close掉 那就两卡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table01给清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掉的话 可能下一次进来 里面还会有资料存在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边呢 稍微程式码稍微了解一下 我把这个程式码也把它放在 这个上方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 就我刚 这个程式码部分 ok 画面先往里注意一下哦